徒手拍钢水,光脚走木炭,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到底有多神奇 一般而言,人只要在接触到70摄氏度以上的物体后,只需要一秒钟就会被烫伤 但如果这时你用水将双手打湿,那么拍打上千摄氏度的钢水都能毫发无伤 这并不是什么魔术,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而已 1956年,莱顿弗罗斯特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它在一个烧得通红的铁骚上滴了一滴水珠 按理来说,这滴水珠应该会被瞬间蒸发掉 然而当这些水珠落在铁骚上时,它居然在上面来回打转 过了好一会儿才被气化 后来这种奇特的现象就被称为莱顿弗罗斯特效应 当液体接触到一个与自身废点差异极大的物体时 就会在液体的表面产生一层蒸气 这层蒸气会将液体和高温物体隔离开来 所以理论上只要温度够高,任何一口锅都能成为不粘锅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只能隔绝温度 并不能隔绝热辐射 所以当温度高于临界点时,热辐射的作用就会高于热传导 这时候,即使你拥有这道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制造的防火墙 仍然会被高温灼伤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模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